很多師傅都喜歡有空煮食和喜歡的人分享 今次我們來到日本人氣料理教室 ABC Cooking Studio 學做一個簡單又有特色的蛋糕 日直導師Mewa先生 每步步教大家做抹茶栗子甘米蛋糕 首先我們會用雲麵粉和抹茶粉 接著就要用電動打蛋器打散蛋黃 之後要加糖 導師很仔細地教我們怎樣打勻蛋黃 令蛋糕滑一點 將西雲的麵粉和抹茶粉慢慢加入蛋黃 抹茶海綿蛋糕的麵糊就差不多完成了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切本呢 是攪拌麵糊的一種技巧 還要雙手協調 現在導師就把秘密的材料加入麵糊裡 令蛋糕更加香軟 導師還教我們怎樣看麵糊的細緻度 所以說做蛋糕真的需要很多知識和實踐經驗 把麵糊倒入焗帽 這個體驗班每人可以做到大約8件蛋糕 既可以立即試試自己的手勢 又可以帶走給心愛的人品上 現在把麵糊放入預熱的焗爐 我們就把握時間準備 暗裂蛋糕的餡料 材料包括栗子溶 糖 少許酒 用打蛋器打勻之後 加上淡忌廉 栗子忌廉就完成了 到時候拿蛋糕出來了 第一步要先把地方放在架上攤動 然後就要用保鮮紙包好 調整蛋糕的形狀 下一步是把栗子忌廉倒入擠袋 哇!真是很大股栗子的香味 把栗子忌廉倒入蛋糕裡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步驟 暗裂蛋糕的半圓形狀 是否很有趣呢 放一粒栗子在暗裂蛋糕裡 還有朱古力卷和甘薄做裝飾 這款蛋糕真是充滿冬日的感覺 要不要炫耀蛋糕 要不要炫耀蛋糕 就要煞耀蛋糕